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是一位启示你自己的神 你把你的计划 把你的经轮 把你要做的事 都事先告诉我们 谢谢你 你找到了摩西 这么一位忠信尽职的生严者 把你的心意 在几千年前就清楚告诉我们 你对旧约的选民 是如何的钟爱 如何的信实 要把他们从埃及 带入包罗万有的美地 你今天也是要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中拯救出来 就到你的包罗万有的基督 享受你完全的功倍 在美地上生活 在这里建造你的国 主耶稣 然后我们可以迎接你的再来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 一个完整的图画 祝福今天上线的每一位 愿主与我们同在 奉你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来到圣经论人物 第104篇 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的执事 里面主要有三点 今天我们就来看前面的两点 神要在地上执行他的工作 都是借着先向生严者 说出他自己的话 然后他照着他的话去执行 阿摩斯书三章七节 主耶和华若不将秘密 启示他的仆人众生严者 就一无所行 就是说神不先跟这些生严者说 神就不会做事 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生严者 神自己说话 神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所以神的行动 是由他的说话来带进来的 之后神说要有什么 要有植物 要有动物 要有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地上的走兽 神怎么说 事就这样成了 神在世界里所做的功 最主要的就是他的话 一没有神的话 工作就没有了 神的话一除去 工作简直是等于零 但是有了神的话 地上就有神的工作 来执行神的旨意 我们必须认识 神的话在神的工作里 神的经伦里 所居的领头地位 如果从神的工作里 把神的话一挪开 神的工作立刻就停止 在世事时代 非常的黑暗 尤其在以利 做祭司和世事的时候 更是黑暗 因为当那些日子 就是耶和华怎么说 他就一定要来成就的 耶和华说 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 我的筹算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在旧约时代 神挑选人 做生言者来说他的话 这许多生言者 得着了从神来的启示 看见了异象 在那里 在那里 为神说话 当神 在地上 找不到 合适的人 来配合 像巴兰那样 贪婪 诡诈的人 和他的驴子 也能成为 神说话的工具 巴兰说的预言 也是旧约理念 非常重要的预言 和祝福之一 然而 巴兰本想是要去 咒诅以色列人的 他财迷心窍 只看见钱 看不见天使要杀他 于是神借着驴子 向他说话 驴子和巴兰说话的时候 还有巴兰后来 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 是神的灵 临到了巴兰 和他的驴子 叫他们如此说 他们就不由自主地说了 无所不能的神 能够叫巴兰的诡计 停止了 又叫神的话 放在巴兰的口中 巴兰不能抗拒 就将神的话 原封不动地 如同录音机 从他口里说出去 连不能说人话的驴子 也能够说出人话 还跟巴兰对话 这是在神找不到合适的人 连巴兰和驴子都能说话 但是在摩西的身上 我们看见他不是如巴兰般的录音机 在摩西的说话当中 也有人的意识和思想在内 但又一丝不苟 不草率 不随便地为神说话 而且在摩西所说的话里头 我们可以感受到 有神的成分在内 而有些摩西的话中 也有人的成分 感觉在内 甚至有时候分不清楚 这句话究竟是 哪一位在说的 举一个例子 摩西在生命纪 祖父以色列人的时候说 这在十一章的十三节 你们若留意听从 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全心全魂侍奉他 所以在这里头 这个我是讲摩西 因为那里他讲耶和华 神是他 可是这一句话 后面是一个逗点 接着 我必按时将秋雨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新酒和新油 我必使田野 为你的牲畜长草 你也必吃得饱足 这里这一句话 十一章十四节 两次讲到我 都是耶和华神 因为只有神能够降雨 能够使田野长草的 可是这两节 经节是一句完整的话 中间是一个逗点 两个我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但却又是一个 在跟从耶和华神的四十年当中 摩西借着一次又一次的 与神的接触 交通 他已经与神联合成为一了 神的思想成为他的思想 叫他所说的话 就是耶和华神所要说的 连主词都一样 而在这一句话中 有摩西的说话 也有耶和华神的说话 两者成为一 分不出究竟是摩西 还是耶和华神在说话 这是神的心意 要叫人与神来成为一 可是当巴兰从他自己的想法 感觉说话的时候 他那个话 他那个感觉 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 当巴兰在神的灵感动之下 只能说神要他说的 但是当巴兰照着自己的想法 说话的时候 你就看见了 那个是罪 是错误 是黑暗的 是神所定罪的 可是摩西就非常不同 虽然他大部分的说话 是按着神所吩咐他的 在那里对百姓说 例如像历位记中 一大堆的 关于祖国来敬拜 生活上的所有的规条 可是有的时候 摩西是凭着他 摸着了神的心意 也凭着他在神面前的感觉 来说话 说着说着 就把神的心意说了出来 神也承认 摩西所说的是神的话 因为摩西这个人 得着神一再的分次 他的思想和感觉 是被神浸透了 充满了 他的爱恨 与神的爱恨 是成为一了 在大卫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见 类似的情形 在大卫的诗篇中 神经常插进来 说话 那个我 其实不是大卫了 而是预言基督了 到了新约时代 神的工作 是更加的往前了 神的话 亲自成为肉体 成了一个 道地的人 是耶稣 活在人类当中 神的话和人 是完全联合 成为一了 而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成为赐生命的灵 重生信徒之后 使徒们在传讲福音 牧养教会 写书信的时候 虽然绝大多数 都是圣灵的启示 但是这些书信里面 带着使徒自己的感觉和意见 可是这些意见 已经经过了神生命的更新变化 虽然是有人的味道在里头 但是这是神的话 新约圣经 是神与人 不但在灵里调和了 更从他们的灵里 扩散到魂里 使他们的魂所感觉的 所思想的 所说出来的意见 都成了神的话 例如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七章 回答信徒 关于婚姻的问题时 在七章十节说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 你看这句话 是保罗在那边吩咐的 可是他很清楚 这是主在吩咐他们 到了七章十二节说 我说不是主说 很清楚 是他在里面说的 可是他又把这写下来 是圣经的一部分 到了七章二十五节说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是我提出我的意见 哇这胆子真大 主没有清楚告诉他 应该怎么说 可是他把他的意见说出来 到了七章四十节又说 按我的意见 他把他意见说出来 最后他说 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 所以他是跟神的灵 是合一的 他的意见也成了神的说话 保罗带着他自己的意见 写下来的书信 成了新约圣经的一部分 神也承认 这是他的话 使徒保罗说 他的执事是来完成神的话 所以保罗的每一封书信 就成了圣经中的一部分 把神的话完成了 旧约圣经前五卷书 是被犹太人称为摩西五经 或者是律法书 是神亲自启示给摩西的 再由摩西写出来 犹太人非常尊重这五卷书 认为是神直接说的话 高于其他旧约圣经的书 然后其他的旧约书卷 也是根据摩西五经说的 不能够与其相违背 提后三章十六节说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因此圣经不是仅由人来写 而是神的呼出 然后人把它吸进来 然后再写了出来 这里头 所讲的圣经 乃是指的旧约圣经 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 还没有完全的写成 被编辑起来 因此旧约圣经 就是神的说话 神的呼出 摩西将神的话 最早写了出来 神的呼出之中 有神的灵 是圣经的素质和本质 有如灵 是火柴的基本本质 我们要读懂圣经 必须要用我们人的灵 来化插圣经里的圣灵 就能点着神圣的火 得着神 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还有从亚当到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等先祖时 摩西都还没有出生 不在场 创世纪的写成 乃是神亲自向摩西启示 这些先祖和神的关系 而且又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 并且关于以色列人将来会如何 也都是神向摩西启示 然后由他照样写了出来 摩西在写这些书的时候 当时没有录音机 也没有今天我们很方便的纸和笔 但是他能够一字不漏 一字不天地 照着神的启示 说了出来 神也承认 这是神向人启示的话 所以我们看见 摩西五经的重要性 神从当时两百多万的 以色列人当中 选出摩西来接受这一个伟大 神圣尊贵崇高的使命 这不是碰巧的 神有他的眼光 神看中了摩西的心 还有他的性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摩西的心是亲的 他能看见神 认识神 他的性格是认真的 准确的 不放松的 所以他是注意听 他也仔细的 准确的把神的话 写了出来 摩西不负神 交给他的使命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尽职 忠信的生严者 摩西被神呼召开始 就一直为神说话 他执事的最主要工作 就是为神生严 在摩西要离世的时候 他先告诉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 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生严者 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这是在生命纪的 十八章十五节 接着 神也印证了 摩西的预言 在十八章的十七到十九节 神说 我必从他们弟兄们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生严者 像你 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告诉他们 谁不听他在我名里所说的话 我必亲自向谁讨罪 所以这里头我们看见 摩西先讲了 神一定会兴起 有一个生严者是像他一样 那么神在后面也接着就来印证 的确是的 我会兴起这样一位生严者 像你的 其实说讲的这个 就是讲的是耶稣 生严者 是神先向他说话 然后他把从神所听见的造实说出来 他的话里头不能够掺杂自己的意见 必须是造实说的 可是在这里头 是摩西先说了这个预言 然后由神来加强印证摩西所说的 这个可以证实了摩西 生严者的地位是神所看重的 他说的预言 神再来加强 在生命纪的最后 这一句话可能是由约书亚普上的 盖棺定论 以后以色列宗再没有兴起 生严者向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就是说后面的生严者 虽然也被神兴起 可是跟摩西就不一样了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曾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辅 并他的权地行各样神迹和歧视 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约书亚在这里头讲了摩西 他带领以色列人的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是在埃及地向法老 还有他的臣辅说的 还有行的神迹 然后第二段是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 在旷野的时候所行的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摩西的生严不是一步登天的 而是经历许许多多的次与神的对话 从他开始不愿意接受呼召前去埃及 到勉强成行 然后到第一次去见法老 就吃了闭门羹 然后又进步到他向神抱怨 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与法老的对抗 摩西渐渐认识了 耶和华这名字所代表的 我是是什么意义 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是爱 是信实 是大能的 是公义的 是圣别的 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 明书记十二章七到八节 这是当摩西的姐姐和哥哥 在那毁谤他的时候 耶和华出口来责备米利安和亚伦 你们中间若有生言者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使他认识我 我要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我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不用明语 神是清清楚楚的跟摩西说话 是跟其他的生言者是不一样的 摩西不仅相信了耶和华 更接受了耶和华 面对面直接的分刺 他被这些神圣分刺构成了 他才能够在生命纪 说出了后来被主耶稣 好几次引用的话 摩西是神所选上的生言者 也是被神和神的选民所公开承认的生言者 一方面是神选上的 一方面也是神的选民公开承认 在摩西之后 每一个时代 神都兴起其他中性的生言者 例如撒摩尔 例如弹伊里 他们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说话 指示他们该如何生活行动 好与神的旨意配合 生言者也要指出百姓的失败 劝勉他们要归向神 也预言将来他们所要遭遇的事 这些生言者的话被记载下来 和摩西五经编辑起来 就成了今天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 但是摩西五经是圣经其他书卷的根本 是第一次神所说出来的话 其他书卷都是根据摩西五经 继续启示继续发展出来 并且在摩西之后的生言者的地位 完全不能和他相比 因为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 生言者像摩西的 只有特殊的一位 我必从他们弟兄们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生言者像你 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 这一位生言者就是神的话 亲自来成为肉体的耶稣 他把奥秘的神和他的经伦 清楚地说明显示给人 也把神自己活在人的当中 在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 神主要是拆遣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爱情 并没有说要他为神写下摩西五经 那么怎么会有书写下来的摩西五经呢 目前从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献 学者无法确定摩西五经的成书过程 有各种的猜测 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 这摩西五经怎么把它写出来 然而我们可以仔细地阅读 当神吩咐摩西关于逾越节的实行的时候 神说你们要守这话 注意这里头不是讲你们要守这节 是要守这话 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令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 按照应许所赐给你们的那地 就要持守这四奉 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来过越节 是要根据神所说的话来 摩西当时就把神的说的这话 放在了心上 后来在打败亚玛利人之后 神吩咐摩西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这里头是特别讲的 要摩西把它写下来 于是摩西就把他和神之间的对话 神吩咐他去和法老的对抗 并且神借着他在埃及所行的 各样神迹和奇事 和沿途发生的事都记载了下来 这才有后来的摩西五经 摩西并且知道 仅仅是靠着人的口传 过了一些年代就会走样了 并且失传了 另外有写下来的神的话 书写下来的是不可以改的 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 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 圣经是不可加一句话或减一句话的 虽然我们不能确知 当时摩西如何写下的摩西五经 但是摩西对神的话认真的听 然后去传讲 一面去执行神的吩咐 也一面把神所说的忠实地写了下来 摩西是圣言者 不仅对神所说的话认真听从 并且他还知道如何去应用实行神说的话 因为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所打发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所以神不仅是说话 神所说的话是需要去实行的 好那现在我们看摩西是怎么样来实行神的话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节 神告诉摩西亚伦关于逾越节的事 十二章七节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十三节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 灾阳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 好了 这一段话里面 神没有告诉摩西 应该如何去涂血的细节 三千多年前 没有路灯 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 黄昏之后 一定是漆黑一片 可能要打打灯的 不容易看清楚眼前的事物 更何况 能够认出哪家的门框和门楣上 有血作记号 而且血干了之后 它的颜色近乎深色 在黑暗中 更是不容易看清楚 为了避免晚上昏暗 看不清楚 被误杀了 摩西是否应该想到 要用一个大扫把 来涂抹羔羊的血 以显出一大片的涂血记号 这样在几米之外 在红暗中都能够立刻看出来 这里是涂过血的 可是摩西 它是非常仔细听了神的话 神是说 各家要取点血 特别用一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所以这里是说 只要是有一点点血就够了 不需要取大量的血 不需要用到大扫把 一点血就能表示 这家的人听见了神的救法 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 这个叫做信心 就神怎么说 我就阿门 我就接受 信心是一点点的信心就够了 信主不需要有如大扫把的信心 去取用大量基督的保险 一点信心就够了 在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我听见圣徒们说 主啊用的保险厚厚的遮盖我们 其实这个不太合乎圣经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 就够了 该如何执行 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呢 摩西 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按着家取出羊羔 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然后拿一把牛西草 去沾盆里的血 然后打一些在门框 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看是拿一把牛西草 去沾 不是去整个去把它浇在里面 去沾 然后打一些 里面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 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寻行 击杀埃及的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必越过那门 不许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 击杀你们 神的眼睛是好的很的 比2.0还好 他是看见你只要有一点点的血 打在门上了 那就够了 神没有吩咐该如何去涂血 乃是摩西指示百姓 拿一把牛西草 沾盆里的血 打一些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牛西草是一种微小 长在田野 或者是墙的细缝中的植物 圣经中论到所罗门的超群智慧 他能够讲论各种植物 他从最尊贵的 讲到最卑微的 最尊贵高大的篱笆嫩的香薄树 直到最卑微细小的 长在墙缝中的牛西草 牛西草的叶子多毛 吸水 适合用来洒水 或者是血 因为摩西 吩咐使用牛西草在渔月节 撒血在门楣上 牛西草后来 也用来洁净长麻风的人 也用来洁净有麻风的房子 后来也跟红母牛 还有香伯父 一同烧成灰 制成了做除污秽的血 水 牛西草后来 就成为鼠林 洁净除污秽的象征 诗篇五十一 大卫犯的罪之后 他那里痛心的祷告 求你用牛西草 洁净我的罪 我就洁净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血更白 牛西草是几乎随手可得的 就是你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可以用信心来求主的捷径 也不必花钱 白白就可以取得 所以主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应用羔羊的血 也是这么的方便 好 这个就是牛西草 你看这里头 是一 手这么大 牛西草就这么一点点 你现在看这么一点去沾血 而且它上面是有毛茸茸的 那个血就容易沾在上面 这个是长在路边上的牛西草 好 我们看另外一个事例 是在过了红海之后 在云柱的营岛下 以色列人到了一处名叫玛拉的地方 那里水苦 百姓无法喝 就像摩西发怨言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摩西自己没有办法 但是他有秘诀 就是呼求耶和华 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 不要发怨言 要记得 我们信徒是有秘诀的 就是呼求耶和华 我们记得要应用 不要在那里头发怨言 耶和华 耶和华指示了摩西一棵树 但是没有告诉他 应该怎么应用这棵树 但是经过了许多次 在对抗法老的事上 与神的配合 当神指示摩西一棵树 摩西就知道 他要把树丢在水里 他一丢 于是水就变甜了 医治苦水的树 表征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需要看见 定十字架的基督 可以实际的应用 在我们的苦境中的 当我们在苦境中 经历了十字架 致死我们的怨言 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复活 使我们的苦境变甜 所以这里摩西是 先呼求耶和华 神给他一个指示 那他也知道 怎么去应用 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另外一个例子 是以色列人抱怨 没有水喝 神就吩咐 摩西拿着 击打尼罗河水的杖 在百姓面前 击打河裂的磐石 磐石就流出活水 给百姓和牲畜喝 他们喝了水 就在那个时候 亚玛利人来到了 利菲定 和以色列人征战 神在上一处 寻的旷野 降下玛拿 给以色列人做食物吃 又在利菲定 得着了活水喝 就在这个时候 亚玛利人 突击了以色列人 这一次从圣经记载 摩西没有护求主 求他来对抗亚玛利人 他是采取主动 摩西对 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 约书亚 照着摩西 对他所说的话 行 和亚玛利人征战 摩西 亚伦与 富尔 都上了山顶 摩西 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 就得胜 何时垂手 以亚玛利人 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 八成 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 放在他椅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和护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神刚刚吩咐摩西 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去击打河列的潭石出水 他又一次经历了这根杖 与他放羊时的杖不同了 现在他不是放羊了 他是带领神的百姓 所以摩西主动的 手里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是因为有前面神所行的神迹 他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 立刻学会应用 主给他的神的杖 来对付亚玛利人的攻击 摩西成像神要三个 对以色列人行的记号 以取得他们对摩西 受神猜浅的信任 第一个记号 就是摩西手中的杖 丢在地上变成蛇 然后他听从神的话 从蛇的尾巴拿起来 就又复原成为杖 他现在手中所拿的杖 已经不是为了谋生的了 而是代表神的 有神的同在在那里的 摩西就带着家人 回埃及地区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所以从摩西回去的时候 回埃及的时候 他的杖已经不是牧羊杖了 是神的杖 摩西没有留下继续牧羊 而是拿着神的杖 回埃及地区 拯救以色列人 我们得救了 离开霸占我们的世界 埃及 对世界使了心 以为留在旷野就好了 但是旷野不是神 给我们的久居之处 而是要我们拿着神的杖 回埃及地区 去传福音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牧养新人 建造神的居所 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就像主耶稣复活之后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另一面 我们也认识 亚玛利人表征 我们的肉体 是抵挡神宝座的手 是背叛神的 并且抵挡神的行政管理 罗马八章七节 至于肉体的心思 是与神为仇 因为他不服 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对付我们肉体 必须靠着内住的灵 这是由约书亚 就是耶稣来表征 并且借着摩西 和两位弟兄一起扶持 到升天的山顶上祷告 表征在天上 为我们代求的基督 一个在内住的灵 一个在天上 两面共同合作 来胜过我们的肉体 虽然以色列人 从来没有打过战的经验 但是摩西认识神的心意 只要百姓的信心 是根据神的引导 而不是根据眼见的环境 和过去的经验 就应当相信 那时磐石出水 红海分开的神 也照样能够带领他们 打败亚玛利人 我们天路旅程上 虽然是一条 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魔鬼时常试探我们 遇上新的仇敌或难处 应付仇敌的策略和方式 也可能不同 但是得胜的原则 都是一样的 就是借着祷告 先战胜那不可见的仇敌 然后才能胜过 看得见的仇敌 摩西的主动 并不是出于他自己 神也称许他这么做 所以我们也该学习 在调和的灵力来行动 神过去帮助我们 他到今天还是帮助我们 摩西在此把征战和祷告 看作同一件事 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许多基督徒在自己 成岛的时候 将祷告当作与神交通和享受 如同哈拿上圣殿祷告 在神面前倾心图意 把他的心中所求的 和苦中向神倾诉 这样与神交通的祷告 是重担得谢 这是一种奉献的祷告 是一种享受 但是摩西在此的祷告 不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征战 征战不是为了享受的 不能理会 我是否感觉到有味道 或是没有味道 我的情绪高或者是低 我开心或不开心 肚子饿不饿 困了累了 纵使不开心 战争开打了 你就要持续的去征战 而且是全力以赴的 因为这是在征战中 这叫做守望祷告 也就是以福所书第六章 征战的祷告 就拿我们每天上班来说吧 今天你心情不好 你要不要上班 你可以把怨气发泄在老板同事的身上吗 既然要忠于职分 就没有权利把这职分以外的其他影响带进来 守望祷告是一场争战 是要不顾自己身体上 精神上的需要 疲累 这是要全力以赴的 绝不能够受任何人事物的影响 而是要竭力争战 并且与同伴 同心合意 坚定的征战 为什么摩西一定要上到山上去祷告呢 是否在山上比较接近神呢 不是的 神一直是非常近 因为摩西在山上 可以看见山下整个战场的情况 了解整个战场的状况 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 来加强约书亚的战斗 我们不仅要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 能够在灵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高过所有的仇敌 因为他们这时都在基督的脚下 我们也要从混乱的地上 拔高到认清我们所祷告的事 有关联的实际情况 这叫做属灵的洞察力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 有时许多时候 好像没有话可说 或者是没有揪心迫切的祷告 因为我们没有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 也没有坐在天上 没有这属灵的眼光和感觉 去了解我们所该祷告的事 摩西在山顶上 注视着山下的战场 知道自己的祷告 如何影响 约书亚征战的胜败 这个时候 他属灵的眼光一目了然 就知道该如何祷告 推动神的手 我们要坚定持续祷告 就需要有同伴 一直到约书亚用刀 击败了亚玛利王 我们今天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为 穿上光的兵器 基督的再来已经非常临近了 让我们进行祷告 加入主的代求 摩西与神每一次对话都是祷告 起先是求问该怎么去应付法老 后来也能够在神发烈露的时候 劝神消气 甚至改变不降灾给以色列人 更在被可拉党叛变的时候 直接的宣告地裂开的审判 而神也听他的宣告 立刻把地裂开 吞灭可拉党 摩西不向百姓看见 西乃山上的雷轰 闪电冒烟 而惧怕神 他答应神的呼召 两次上山四十昼夜 不吃不喝和神有亲密的交通 神也珍赏他愿意亲近神的心 就把许多话对他说 其中有些细节摩西没有写下来 我们也无从知道 但是我们在永远里的时候 到新耶路撒冷 我们可以问一下摩西 但是摩西所告诉我们的 是关于帐幕的建造蓝图 还有与百姓再次立约的重点 这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了 由此我们可以学习 最好的祷告就是亲近神与神对话 要从有事才去求问 进步到根据神所说过的话来导读 把神所扑出的话 吸取进来成为我们的实物 然后把这些话 作为我们向神说回去的话 反复思想 让神的话更新变化我们的三观 就是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并且吸取神的本质和性情 逐渐将我们构成新造 爱神所爱的 就是爱他的话 爱教会 爱世人去传福音 爱牧养信徒 摩西在每一次难处 都与神直接对话接触 而认识了神和他的心意 也就主动的为百姓代求 并且采取行动 做合适的处理 一位好的圣言者 也必定是一个中宝 为百姓代求 在百姓拜金流毒事件的时候 神是极其发怒 这时候是何等一个大难题 但是摩西只细听神的话 你且由着我 哇这句话 我要向他们发念路 将他们灭绝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他能够分别 什么是神话里重要的部分 什么是神的气话 不需要停留在上 神说的这句话 重要是 你且由着我 这位宇宙中独一的创造者 大能尊贵的主宰一切生死的君王 在他非常愤怒的时候 居然说 你且由着我 神用这么一句话 你且由着我提醒摩西 要设法拦阻神 把百姓灭绝 神也说 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已经败坏了 摩西立刻提醒神 这不是我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百姓 这百姓是你 用大力并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摩西当时 如同一个温柔委婉的妻子 面对大发雷霆的丈夫 提醒这个悖逆的孩子 是他的孩子 是他用大力并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不是我 摩西自己根本不可能 有这个能力 把百姓带出埃及 他也提醒神 如果神现在把以色列人杀了 埃及人会笑话说 神只会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却没有本事 把他们带入美地 摩西更确知神是信实的 他向亚伯拉罕以撒 以色列启示 要把所应许的地 赐给他们的后裔 你如果把他们杀了 你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你的信实怎么办呢 还有你怎么回去 面对亚伯拉罕呢 摩西这样的祷告 不仅给神一个台阶下来 使他怒气消减 更堵住埃及人的口 也不至于违反神的信实 这是中宝所该做的 摩西是个认识神 也认识神的心 更认识神经纶的人 他是中宝的模范 当神的怒气略为缓解了 摩西知道立刻要下山 虽然他没有神的吩咐 但他因为认识神 知道该如何来处理 山下的场面和百姓 他把金牛毒磨了 变成粉 叫那些拜偶像的去喝 然后他又叫 能够为耶和华人民 站出来的 去杀那些拜偶像 放肆的百姓 处理完后 次日 摩西八十岁了 老翁又赶快上山去请求神 赦免百姓的罪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涂抹我的名 摩西愿意牺牲自己 求神赦免百姓 这叫做中宝的心 有这样的心 才能够做中宝 因为摩西恳求 神能够继续和他们同去 就给神机会更多 启示神的公义和怜悯 神说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侧上 涂抹谁的名 这启示神是公义的 神不会拿无罪的 当做有罪的 神吩咐百姓 摘下身上的装饰 因为那些装饰都是从埃及带出来的 基本上都与偶像迷信有关 并且是造金牛毒的原料 神要他们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 一方面是表明百姓有哀伤痛悔的心 另一方面是彻底去除外邦的偶像 摩西立刻知道 神恨恶于有偶像有关的装饰 要百姓脱离污秽 虽然没有神的吩咐 他却把帐篷支搭到营外 脱离被金牛毒污秽了的地 这是他主动的 他从神所说的话里面 知道神所爱所恨的 他这么回应神 云柱就降下来了 耶和华便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 在米利安和亚伦诽谤摩西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回应 神发怒斥责米利安和亚伦 米利安立刻得了麻风 摩西不顾前嫌 为米利安求情 这是中报 亚伦造的金牛毒 耶和华本来要杀他 也是摩西为他求情 可拉党叛变 神利害审判的叛变者 百姓却污蔑 摩西是他们害死耶和华的百姓 于是神的愤怒临到 瘟疫立刻发作 摩西吩咐亚伦 赶快拿香炉 跑到贵宗那里 为他们遮罪 在百姓毁谤神和摩西 火蛇来咬百姓 又是摩西为百姓代求 神以铜蛇做拯救 被火蛇咬的 仰望举起的铜蛇就火了 一次又一次的 都是摩西在那里头 为百姓来代求 来解决这些难题 能够做中宝 必须要懂得双方的情形 尤其是神发怒的原因 百姓的失败 应该如何来求情 使神的怒气消减 如果乱求或忘求 反而火上添油 越弄越糟 摩西借着一路上百姓的光景 他懂得百姓 他也借着亲近神 而认识神 故能够做美好的中宝 一个好的中宝 必须知道双方的需要 也为了双方的利益着想 神是专心一意的爱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发誓要把他们的子孙 带去应许之地 摩西亲自听见神 这么对他说 我要把你们领到我起誓 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神带着一头发誓 要把他们带进去的 摩西也知道 这位是爱是信实的耶和华神 已经在埃及行了 这么多的大神迹 就是要把百姓 带入那块流奶与蜜的美地 这是关于神的能力与信实 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 而以色列人所得的最大利益 就是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有天上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神要把最好的神在地球上 整个地球上最美好的一块地 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没有以色列人得的物质的任何的东西 比这块地更宝贝了 所以摩西才会在生命纪一再的提醒百姓 我今日呼唤天地向你们作证 我将生命与死亡 祝福与咒诅 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紧连于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所以拣选生命 就是拣选耶和华神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启示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 他们要在上面长久的生活 在摩西多重的职份里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听 仔细听 注意听 然后他来为神生言 从神的话 认识了神的性情和个性 他也学习如何来实行 应用神的吩咐 他不只是听神的话 他还吸收神的呼出 使他的心思意念 都与神联合为一 所以他所说所做的 都能够彰显神的意思 然后他知道 如何借着祷告 与神对话 接受神话的传输和光照 使他的脸皮发光 反照神的荣耀 进入神的心意 能够妥当合适的 做神和人的中宝 我们今天也要学习 把心转向主 怕子就除去了 我们的心可以成为 摩西的心的复制 成为心心的人 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 就渐渐变化成为 与他同样的形象 从荣耀到荣耀 如此我们领受神的话 我们去说神的话 做中宝 为人代求 感谢主 在这个世代要结束的时候 神呼召了我们 让我们学习 享受 听神的话 与他有甜美的交通 知道如何来活他 与他一同行动 带尽主的再来 阿们 好 我今天交通 就停在这里 感谢主